大S的历任绯闻难有 网剧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第一位 陈建州 陈建州是大S的高中同学 陈建州原本喜欢的是小S 但当时的小S已经扑在黄子脚身上 所以陈建州便转过头来追大S 很快两人变在一起了 第二位 剧俊叶 剧俊叶当时到台湾演出 大S想尽办法接近他 没多久两人变成了情侣 大S还偷偷地在他的脚踝刻上了刺青 表示对他的爱情至此不渝 可是剧俊叶经纪公司不让他谈恋爱 分手后的大S经常以泪洗面 第三位 蓝正龙 蓝正龙跟大S因为流星花园相识 大S对蓝正龙一见钟情 所以对蓝正龙展开猛烈的追求 甚至做到妈妈的角色 对其无微不至地照顾 当大S对其求婚被拒后 变果断抽离出这段感情 第四位 周渝铭 荷兰正龙分手后的大S心情低迷 周渝铭经常逗他开心帮他走出阴霾 只两个月两人变官宣在一起 大S就是一个成熟的大姐姐一样 照顾着周渝铭 甚至为了周渝铭拒绝所有姐妹间的聚会 四年间面对大S的不断催婚 周渝铭最终选择了分手 第五位 汪小飞 中文字幕志愿意见解下来 最后终编 Kitchen